粉丝提问,如果在毒圈里有几率方向圈混乱会怎样? 现在我们在圈外只会掉信号值,端游只会掉钱 那么如果在毒圈里有几率方向圈混乱会如何呢? 混乱指的是上下左右键不准 一,毒圈再也没人敢去 现在版本的毒圈前几个圈都不痛 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个圈,掉信号值很少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急着走 甚至还会开车在毒圈里晃悠 或者进入抢空头什么的 可现在有一定几率方向混乱,怕是没人敢去了 你按上人往下走,按左往右走 这谁受得了啊,万一和人打起来就完了 二,很多人会卡圈边 因为这项机制会给毒圈里的人带来很大的负面效果 所以击杀这些毒圈里的人会很轻松 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卡圈边 如果有敌人跑毒进来就打,击杀的成功率会非常高 三,提前跑毒 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搜差不多了再跑毒 可是现在不会了,只会提前跑毒 因为你不敢保证你不会中标 万一方向键混乱就惨了 进圈之前你都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所以这项机制会把玩家都赶到安全区里 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这项机制如何呢? 万一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 这项机制会把玩家都赶到安全区里的状态